大家好,很多朋友都會問我Henry,為什麼你的正手這麼重篩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記住,你的手是加上發柄 是有一個支點,兩個支點,三個支點 這個支點不要說完 這兩個支點會有時候撈亂了或者令大家誤解 記住,你有一條肝,兩條肝,即是前腿 第三條肝,即是阿伯甲 當你打正手的時候,你要記住,你在用哪條肝呢? 你用哪條肝呢? 這個是腰部育,對吧? 當然,我們現在都少一些朋友是直手地打棒球 如果你直手,我建議你繼續聽下去 不要浪費你的心機和浪費力 因為如果你是用這個支點,整條肝呢 就變成你要動得很慢 對不對? 記住留意,千萬不要用肩膀做支點 然後整隻手是直的打下去 一,你會用心機浪費力 而且這個球不會有力和有力 好,那之後呢 這個誤解就是手腕這個位置 以及我們的爪這個位置 有很多朋友他們打的時候 你有時候要錄一下自己的慢鏡 其實很方便,有iPhone、Samsung那些電話 都可以立刻錄到自己看 有很多朋友打的時候,會曲出來的手 然後呢,會這樣 有些呢,就會嚴重一點 這樣的,就會加上臉 這樣的,OK? 然後呢,他們呢 就記住呢 你們的爪先動了 是用了一個長一點的肝 就是說,頭去到這裡呢 的爪是一條肝來的 當然這條肝是長過我 我只是一塊拍子 那如果我用一塊拍子 這樣去畫圓圈呢 那我的radius是最小的 而我的圓圈是最小的 那當然我是動得最多 那當然呢,我是動得最快的 因為一個短的東西 是動得比一個長的東西 那我示範給大家看 那大家記得留意著 我是打完 我轉完 我這個前臂 畫了一個圓圈 我才接我的爪 那這個問題呢,我們研究了很久 而STM呢 是可以幫大家解決的 因為為什麼呢,我們會慢做先 先 才接,變成習慣 OK 那記著大家呢,要留意你自己的動作 和你身邊的朋友的動作 記著大家研究研究 還有記著,最緊要打的時候呢 千萬不要有這樣的樣子 OK 不要看的嘛 OK 所以變了呢 當你打的時候呢 要轉了你那個前臂先 才去接你的生 我給個提示大家 越放鬆你越容易做的 那好,擔保呢 如果你做到一件事呢 你的勢會更厲害 不過呢,你要長時間去練 才可以練到一個感覺出來的 不是說練一兩個月呢 就可以拿到的 那記著大家 練每一件事不只是網球 你做人呢 你做一件事做得好呢 必須長時間去做的 練得好 OK 所以變了呢 大家留意著 我待會兒的示範 前臂先動了 才會搶它 那記著和你身邊的朋友分享 讓他都可以有一個更順暢 更舒服 更西的正手 那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多一些有用的提示